在九一八事变之后,当时的东雷省逐渐沦陷,被日本关东军占领,当时的小日本非常猖狂,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中国。 当时的蒋委员长却喊出了一个口号让外必先安慰,并且还多次向红军根据地不断地用兵,红军几经周折,最终通过了长征胜利,到达了革命根据地延安,至此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。 这一举动最后引起了张学成,杨古成两位将军的强烈不满,之后两人经过策划,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埃事变。 张学良是当时东北王张作林的儿子,所以属于东北军出身,而杨古成则是西北军出身。 如果对于当时西安事变留意的就会发现,当时在事变的时候去捉拿蒋介石的是东北军,事变的时候,杨古成的西北军当时为何没去捉蒋介石? 去哪里了?其实他们没有写着,而是干另外一件大事去了。 1936年的一天,孔从州接到绥靖公署来的电话,说杨古成主任要他去一趟。 他赶到杨古成的公馆,杨古成亲切地说,今天让你来,是要告诉你,准备将你调离泡兵团。 他听了很惊愕,主任不让我使炮兵,杨古成笑了笑说,你可能也知道一些,西安的情况更为复杂了,你不要只会打炮,在新的职位上,你要学会做许多事情。 数天以后,孔从州凤调离开了炮兵团,任17陆军警备第二旅旅长,兼西安城防司令,担负西安防区的城防任务。 当时他哪里知道,一场举世震惊的风暴在等待着他,当时西北军的负责人杨古成就事先跟自己的一位部下,经过再三密谈之后,安排了此项重大积木。 与杨古成密谈的此人,就是杨古成的爱将孔从州,让蒋介石顺利备兵界,儿子儿媳同驻中南海的开国中将。 孔从州的名孔从州,亦有称原名祥宁,自欲文,生于1906年10月2日,陕西西安坝乔人,是一位弟弟道道的西北人。 与杨古成一样,也是西北军出身,在建国,之后主要从事与炮兵工作,先后担任西南军居炮兵司令,高级炮校校长,军委炮兵副司令员,为过军炮兵现代化建设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1946年做国民党陆军第38军中将副军长,早在西北军的时候,这位孔从州就深刻地意识到了炮兵部队的重要性,以及作战威力,并且还虚心地向从河北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一位营长,认真学习了全部的炮兵专业知识, 脚踏实地一步步地从排长、连长、营长而团长,从事炮兵专业长达十年之久,成为炮兵通,就在有一天的晚上,孔从州这位炮兵通被阳虎城秘密地叫到了自己的住处,还面受机密,当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,阳虎城围剿红军的积极性,非常的不满意, 因此蒋介石还亲自飞到了西安亲自独占,甚至一度打算调及国民党中央军入驻陕西,在西安事变的时候,蒋介石在西安虽然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,但是也并非没自己的俄、心腹、约七千人的嫡系部队,就是西安事变的最大障碍,作为阳虎城的心腹爱将孔松州, 去执行的此项秘密任务就是,洋庄演习,并且调查清楚了西安城内蒋介石中央军的详细情况之后,开始布置了一间演习,时刻做好了应变的准备, 当时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前往蒋介石住处抓拿蒋介石的时候,孔松州率领的西北军也没接着, 他们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给统统包围了,同时还将城内的中央军政要员全部给扣留了,断绝了与蒋介石的一切联系, 西安事变的成功,孔松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,因此立下了显为人知的功劳,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,蒋介石并未罢休,而是对于张学良跟杨虎城两位将军,进行了秋后算账, 在当时国内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之下,解放战争时起杨虎城的爱将孔松州在河南拱县率部队起义, 从州起义后,党组织根据他多年的愿望,经毛泽东批准,他实现了多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,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孔松州起义后,党组织根据他多年的愿望,经毛泽东批准, 他实现了多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,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 在之后没过几年的时间里,孔松州将军就成为了毛主席的儿女庆祥, 在所有的开国将帅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, 孔松州的儿子孔令华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相识相恋, 在结婚之后夫妻两人一同搬到了中南海居住, 1964年,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斯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地,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。